紫锥局是风行欧美上百年的保健作物 2000年透过台湾和加拿大的农业合作计划 农委会台中区农业改良厂进一步从加拿大农业部引进市中 由于紫锥局原生地在北美洲较不适合台湾高温环境 因此产量差异相当大 不利于台湾国内产业发展 因此近年来业者大多从国外进口原料 使得制成的相关保健食品价格居高不下 消费者接收度低 紫锥局在欧美是非常一个普遍的 每一家他们家里都会准备 那因为早期都是从国外进口 然后成本上都会相当的高 然后消费者接收度就比较低 由于台湾紫锥局产业链已经成型 为了让业者能够取得较低廉的成本 台中农改厂经过八年的研究 成功育成国内第一个紫锥局新品种台中一号 不仅能适应台湾高温环境 且产量也较国外高 让业者不需大老远从国外进口 相关保健食品价格也降价5至7成 目前台中农改厂也提供台中一号原料 给台大医院 针对紫锥局对抗新冠病毒COVID-19成效 进一步研究 过去20年来台中农改厂已经成功从紫锥局研发出 计数并计转给10家厂商 包括茶包萃取的相关银品等 每年产值估计约新台币3至4000万元 农改厂也预估 相对于国外人口数级市场规模 台湾紫锥局保健产品市场预期成长空间 还有10倍 中文电台记者 郑祥云 陈宁信宏 报道